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沙田区带水坑选区的选民 最近大家上班下班出街回家 是否因为地铁被破坏 巴士被阻路弄乱了 令到大家很不方便 未来四年 大家想要一个怎样的社区 怎样的香港呢? 11月24日是大家做决定的大日子 你会投票给一个租建设 还是搞破坏的人 就着11月24日全港区议会选举 HKG部和邦港出声经随意抽样 选出港、九、新界和黎岛一共死15个选区 并向所有候选人提出以下一条问题 我们问候选人对于今年6月起发生的暴力和动乱 及参与者所谓的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有什么意见 他们的答案如下 沙田区大水坑选区有两位候选人 1号候选人容冥州的答案是 2号候选人 朱焕超的答案是 和平、繁荣、稳定 革命、暴力、放火 你会如何选择? 今天不选择 将来可能 不选择 不选择 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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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选择?